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話大概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這幾年做的一些改變 尤其是我們在從rebranding 把一個老品牌 然後通常都從B2B的角色 一直做到我們現在可以做到to see 那今天分大概幾個階段 那我前面大家會講一下說 我們CSD中國味財是我們以前的經營模式 然後我們帶在客戶裙帶是怎麼樣 那再來的話會講一下說 我們品牌rebrand的整個過程 然後我們會提一下我們後面的一些效益 還有它出的一些result 那我們公司是在1947年成立的 所以到今年也72年了 那我們其實是台灣第一家做一條耗材 那早期我們是以紗布起家 所以在前面的40年呢 我們大概就是主要就是公醫院 傳統藥局 然後就是只有棉類的東西 那後面呢在這近20年 才慢慢地跨入到一些 像Seven也會開始賣一些OK棒等等 我們才開始做到一點零售通路 那我們主要呢在內銷就是B2B的市場 就是醫療院所然後傳統藥局 那外銷的話也更是B2B市場 只是外銷我們都是以代工方式 那在國內的話我們至少還有我們自己的品牌 所以如果現在我們在B2B的品牌算蠻成功的 就是說在醫院只要是醫生或是專業人士 他們會知道中衛是什麼品牌 會知道CSC是什麼品牌 所以如果你到藥局問的話 其實在10年前的話大概不太容易答得出來 那我們以前公司的整個組織呢 跟現在最大的差異化就是 以前沒有行銷部門 所以沒有行銷部門的話代表 我們就是沒有真的專業的設計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真的沒有品牌的管理 還有溝通的一致性 所以就連2B2B其實也需要這個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在這邊去整合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也無法做真的比較專業一點的市場的分析 那這是我們以前的Logo 這看起來就像是老Logo 對不對 連字體這種都是好像就電腦打出來的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以前的包裝 那我就是這看起來就是比較沒有品牌沒有一致性 沒有溝通任何訊息的這樣的感覺 那這是我們的名片 這個就更更舊式啦 對 然後這是我們以前做的一些DM廣告啦 這真的比較比較 對 那我們參展的時候以前就是很貼貼的東西 這是還比較後期的以前就是掛個 掛個那種布條有沒有 那就是這樣 那現在這個 這個我覺得真的完全沒有辦法溝通到品牌 所以剛剛大概就講一下我們以前的經營模式 然後這就是我們以前經營的model 也是我們的slogan 健康經營服務社會 這是我爺爺那時候說的 所以這也在七十年前了 現在如果我跟你講說我們是做口罩 時尚的在to see的一個品牌 然後我們是健康經營服務社會 你會買單嗎 這絕對不可能的 那這英文是 sound management to serve society 它甚至不合理 like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ok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聊說 我們在2011年開始 那時候是我回到公司的時候 這時候我就開始已經開始規劃說 我們這品牌可能要做一些改變 那首先我要先講一下說 為什麼要做branding 那以一個公司經營者我們為什麼要做 那我們角度可能會跟一個branding consultant 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很實際嘛 消價競爭 我是做B2B 代工大部分都會碰到價格 價格的問題 就連我在國內市場 我做到醫院等等 我也是碰到標案 我也是碰到有進口的商品進來 那我也是碰到健保的問題 至少對我們的產業 所以代表每年價格就是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繼續這樣走 我們公司真的可以收了 對不對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發現我們 medical supplies 在這一塊的使用習慣 整個behavior 它有在做改變 那這其實最明顯是從SARS那時候開始 其實SARS之前沒有人戴口罩 你去醫院 搞不好連護士都不會戴口罩 可是經過那個時段以後 然後就是SARS全世界就蠻瘋狂的 然後到最後H101 HCN9 開始大家有戴口罩的習慣 你不管在台灣、日本、韓國 其實都有這習慣 你坐捷運、坐公車、走在路上 都有這習慣 所以當你在賣的東西 它的消費者還有產品在轉變的時候 你也需要跟著轉 要不然你就會跟不上 OK 所以這是前面這兩個 需要我碰到的問題 其實我要解決 就是為了survival 為了future 為了要生存 為了我的未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去做品牌 OK 那前面那兩個問題 其實做品牌 第一個是要什麼 我可能要從B2P掛到B2C 我需要去做這個改變 因為B2B這個市場 就是price competition 那B2C這個市場呢 Consumer market的 其實你能多增加的一些附加價值比較高 那相對的你的毛利應該就會往上踢 那這就是我那時候當時的一個想法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一定要做出一個brand 你做到Consumer market 你沒有brand 那就不要做了吧 OK 那我開始要重塑在rebrand的時候 我首先的話 我是從2011年到2017年 我是整個rebranding的一個process 那我前面的五年的話 我是先做preparation 其實在往外推出的品牌之前 內部要做很多整理 那所以我在前面的五年 我是先做內部的整理 那內部整理的話 其實我是會從人事的訓練 然後其中一個增補人員 像一些傳採 以前我們請新人的方式是這樣 我現有的員工已經忙到120%了以後 我才說現在可以補新人了 這很多傳採是這樣做 可是我那時候回來我就覺得說這不行 我要把人可能忙到 maybe80% 90% 我就開始補新人進來 這樣你只要有成長的空間 所以我在這方面也做了調整 那有一點 我也新增了一個行銷部門 那以前我們的設計員是掛在銀管部 是很奇怪的 而且他自己背景也不是讀設計的 那所以我多增加了行銷部門呢 其實就會增加了蠻多功能的 品牌的溝通啦 然後一些其實是很多部門之間的橋樑 都是行銷部門來解決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人事的風險管理 那其實我做這些的用意呢 其實我就是要準備我的execution personnel 我的執行人員 為後品牌要往外推的時候 其實要變2B然後變成2C 其實工作會增加很多 那現有的人員他們是沒有辦法去執行這東西 所以就算我去跟品牌公司合作 他也做出了一套 結果沒有人執行 那有什麼用 等到我已經培養好人要執行的時候 他們所做的這一套已經過時了 就沒有用 所以在前面我就覺得說 那我要先做好準備 那再來第二階段的話就是 你公司環境啊 自動倉儲 一些硬體軟體的一些設備去做更新 那做到這些更新的話 我後面才有這些tours 可以去execute我的marketing plan 那我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因為好像時間有點改 那我經過這5年其實 剛剛講的是很簡單 可是其實我經營的蠻多 所以這5年其實做了很多大大小的事情 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來到了2017年 好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我們品牌重塑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需要重新找出我們品牌一個定位 那像James講的 他其實講的老品牌 其實我們就是其中一個 OK 那我們這部分呢也是透過TBM 然後也跟Sakarma合作 那Sakarma就是剛剛James和Tony這邊 那他們重新幫我們找了我們一個品牌定位呢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那這邊我不會一一講 不過從內部集合 外部集合 品牌定位就是包含故事啦 標語 承諾等等 到設計這部分他們整套做 那整套做大概花了6個月到12個月之間 差不多這樣的時間 那其中一個result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品牌重新定位一次 那你可以在這裡面看到professional 健康 safety 其實這是我們本來 舊品牌的一些用語 可是我們多增加了 因為我們要多to see的這一個market的話 多增加了style 健康又有型 時尚 這是以前我們老品牌沒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所有的字這樣排起來呢 它就代表其實有些字比較大 或是顏色比較明顯 這代表它的重要性 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式去呈現這樣這一頁的東西 那這一東西做好以後呢 其實那個就是我們的brand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brand 我們的brand其實不是CSC 不是中衛 是它背後的承諾 它的意義 它的用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brand 所以你在後面看到的任何design 或是任何的marketing tool 共通方式呢 都是在講我們的brand代表什麼 所以包含這個 這是我們後來做的一個色系 跟我們前面那個紅色 深紅色黑色差很多 那這是一個模擬圖我們的website 那後面會看到我們真正的website 那這就是我們新的logo 它已經不會看起來像老品牌 它看起來像 就真的比較現代一點 OK 然後我們從以前健康經營服務社會 改成health and style 那這health and style 真的就它是在reflect說 現在的health已經不是只有hospital 不是只有醫院或是藥局 它現在是在你的lifestyle裡面 你戴口罩已經是每天會戴的 你那個乾洗手也是每天會用的 對 是這樣reflect現在的一個environment 那後面呢 跟Sakramert這裡合作完以後 後面我就要開始執行了 那這裡大概會講一下說 我們開始執行是去如何執行的東西 但我會分成兩階段 後面會變成說我們執行後的一些效應 對 那對我來講呢 branding它其實就是brainwashing 它就是洗腦 那為什麼要洗腦呢 其實洗腦很重要一點是什麼 你的訊息就是一個 你要一直講講講 講到它覺得說 真的只有這個訊息 所以對我來講 以market的角度來brainwashing 就是be creative with one message 你不管做的任何行銷 不同方式 你從廣告到平面廣告到影音 你到時候傳達的是同一個message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到的 那我們從brainwashing開始的話 我們也是從internal開始 我們也是從內部開始 那內部開始的話 這是剛剛那個兒子 對 他剛剛爸爸上來現在換兒子 這是來幫我們演講 所以他就有來我們公司 也幫我們做一些internal training 那我們internal training我做到的階段是 我記得是分三四天 然後每一次都是整個下午 然後我是從辦公室人員 到現場的作業員 工廠的作業員 全部都可以上 他們只要想上都可以來上 那他會講 不是說我們CSE代表什麼 不是 他是講說品牌是什麼 現在公司要走這個方向 品牌到底是什麼 要如何去做 他是以這種這麼基本的東西 開始去交易訓練 而且是全公司上下都做 那我自己也認為說 如果公司的人不懂品牌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做品牌 他們就不會做得好 他們絕對不會做得好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做就是 因為老闆交代嘛 對不對 那我就做一做 他不會覺得說 我做這個是有意義 那再來的話 也是從內部另外 就是從公司整個環境 開始去改變 你今天品牌一個更新的話 你已經不是老品牌 然後你有新的一些理念的話 你在工作環境也要去做改變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老公司他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品牌 新的品牌 包裝弄一弄 我對外看起來很好就好 可是不一定會顧到員工 那我們會在這方面做一些改變 那再來更細微的是 我們在公司的任何文件 然後我採購單 我的PO 我的PI 然後我的請假的那個單 全部都換行 我覺得這個是會花錢的 而且可能會有些只需要報廢掉 對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一致性 你要讓你內部員工知道說 我做這個是認真的 這樣 OK 那再來就是開始對外部的一些溝通 我前面講的話會大概是比較基本的 就是所謂的比較B2B就是一定要做 B2C絕對要做的 那第一就是我們的網站 那我們的網站也是做了滿大的改變 看起來比較現代化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連我們的貨車我們也做了比較大的改變 那Keep in mind 我們是賣醫療的東西 醫療的東西能做到這樣其實是比較少 那甚至我們的 像我們今天有做紅包袋 也是五眼六色 那甚至我們的員工服 也不是很多人都那種POLO3 其實外面就是 可能上個LOGO就是一件 那我們這個就是 我們真的是做T恤 我們員工就是可以穿T恤上班 對 因為這就是我們新的一個態度 然後也是很多不同顏色 那甚至有做合理啊 我們不是做什麼那種夾克 我們是做合理 這是我們新的一個感覺 那甚至在我們參展的整個設計上 也是做了很大幅度的改變 那以醫療展 其實我們在這裡面是非常突兀 因為我把它做了像Consumer的一個攤位 那這種攤位的話 在醫療展基本上很少會看到 尤其是消耗品或是這類的東西 好 那我們在醫療展也有一個拍照的一個區 那這是我們在日本 那我們在另外一個我做的也是商品照 那其實在賣耗材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會忽略到商品照的重要性 他可能就是在辦公室找個白牆 然後照一照然後就上網 然後結果每一個商品的背景的白色 都是不一樣的白 我相信大家在蝦皮都看很多吧 對不對 因為這就是現況 可是如果我們居然要做的話 我們就是要做的徹底 我連這種東西都不能去忽略 那再來的話 我現在改了階段 這是比較針對B2C的 就是我的Consumer Communications 那Consumer Communication 我剛剛講的其實就是以中國位置來 它的品牌的整體去做一個改變 可是我今天要 communicate 給Consumer的話 那我一定要有一個明星商品 我要有一個商品來代表我這個新的品牌 去 communicate 的一個工具 所以這個新的商品呢 它會 它也是算品牌的新形象 它也是算我們的代表作 它也是一個工具 一個溝通的工具 OK 那我這時候就在想說 那我們公司的強項是什麼 我們公司強項這兩個主要商品 是口罩和酒精麵片 我們酒精麵片在台灣市場大概七成 七成以上 那口罩的話 整個市面上大概有三四成左右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的核心商品 那我就想說 口罩 口罩這個東西 我們本來就很會做 那現在整個市場也在改變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問題 在改變是變成怎麼樣呢 大家都會戴口罩 以前不會 可是我們商品一直沒有在變 那大家會戴口罩的這種情況下 是不是有機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不同的商品去看待 例如說 其實口罩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自己碰到這個問題 以前只有醫療的藍或綠或粉的時候 你戴著在捷運上 在那邊 你就會發現 旁邊的人都慢慢越走越遠 對不對 大家覺得你說 你是不是生病了 對 那感覺真的很不好 所以到時候我也不喜歡戴口罩 我自己家做那麼多口罩 我也不喜歡戴 那所以就把它換個角度去思考這商品 應該是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大家希望戴了 大家不要怕他們 那你每天戴著口罩 又有 就像你每天穿衣服一樣 那何不把這個當作是一個時尚的商品 那在一個製造業來講 這對我來製造也簡單 其實門檻不高 對我來講門檻不高 我也可以這樣做 那當我剛剛講的就是很多訊息 其實像我那種大概也就是 常常會有很多不同的訊息這樣 同時想 所以我就說 好 那我們從口罩開始 我這只是我想的idea 我就把它做成一個像一個fashion的東西 我每年會有新色 我不同季節會有季節限定款 我把口罩操作成一個fashion的accessory 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這時候我商品有了 那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怎麼把這個轉化成一個可以跟外界溝通的 而且不是單純的商品照或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做出了這樣的形象 就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種形象 那這個我們也是跟一個公關公司合作 然後說塑造出來的形象 那這我在要講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這種拍攝的說法呢 它其實是比較fashion的有做法 它也是一個高彩度的做法 那上面這一系列 我剛剛打喝水現在又醒了對不對 那這一系列呢 其實大家想共同一件事情是什麼 現在在這個環境當中 你什麼都不用可是你只需要一個口罩 什麼都不用就是口罩 因為現在環境同期不是很好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訊息 那下面這些拍照呢 其實我們採用的方式是 以半裸的這樣的感覺 它是比較保養品化妝品會去採用的手法 然後妝也不是很濃 就是簡單乾淨 那我們就是想說到一個這樣的方法 然後相對的我們其實膚色找的都 大部分都差不多 那我們就想凸顯那個口罩的顏色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那相信在業界絕對沒有人這樣做過 其實我們上面這個稿 要放台北捷運的時候還被退稿 他說太性感了 那現在跳出來一下我再講一下說 我們那時候就有講說 我們communication 我們要分階段 我2018年我先講new style 然後再來我講cool brand 再講fashion icon 所以剛剛你看到那個呢 這個其實是現在講new style 我在後面會再讓你們看到說 我們現在的cool brand是怎麼做 那再來就是communication的話 其實我們增加行銷部 我們就在然後有增加一些tools 硬體 那我們communication 就是以這五種方式去傳達 第一個是social media 第二個的話是透過EC平台 除了EC平台 除了可以得來sales 對我來講它也是一個marketing tool 那再來的話就是官網的優化 我們除了多國語言以外 我們也在上面可以看 目前也在哪一地區它的PM指數 空氣指數這樣 那再來的話 從online offline的廣告投放 再來就是一些新聞稿等等的露出 那其實我們在這整個社群媒體的話 就是一樣很基本的FB 啦 IG 等等的 然後在EC平台的話 我們也是現在跟五大平台合作 那在那裡也都會有品牌管 也跟他們建立很好的關係 所以東西會常常曝光 其實賣不賣得好是一回事 價格有沒有打折是一回事 可是曝光 對我來講是一個廣告的效應 那再來的話官網的一些優化 我們也是時常在update 所以除了可以看空氣的指數以外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公司目前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些不同的update這樣 那這是我們廣告投放 我們投放的其實都是比較 雖然比較年輕族群的 我覺得說會是喜歡這種彩色口罩 會是喜歡自己有 口罩有個性一點的地方 所以忠孝敦畫到華納維秀 其實華納維秀這旁邊就是 年輕人應該知道Baby18就在旁邊 所以晚上就是 這廣告前面就排很長的 很長的 很長的一個線 那這是我的用意 那除了這一外 我們其他媒體不關 也有跟一些公益機關 像陽光機器會這邊合作 那其實那時候 我們大概起步做的是這樣 可是我們在這些做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有注意到的 其他人是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把後面所發生的一些品牌事情 把它歸類為效應 那我們再來 其實我們在廣告前做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藝人 對我們東西也開始有興趣 那其中一個比較知名的 就是謝金燕姐姐 那他那時候呢 其實剛好要出一首歌叫《口罩》 真的不是我們說好的 大家很多人都覺得我們說說好 這品牌有趣 形象做得也夠位 所以他要說好 那我們來合作 我講合作喔 不是代言 我們沒有請他 他不是代言 真的是合作案 那如果今天我們品牌 沒有做到這種形象的話 我相信他不會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後面呢 會放一小段就是 我們如何跟他合作 姐姐謝金燕在今年高雄跨年場 壓軸登場 新單曲強勢付出 這個新歌是強搭時勢 空氣污染 當時他在表演的時候 是這樣子戴著口罩的 好奇是不只是表演 他像是在這個晚會上送的小禮物 也是結合口罩 好我們要獨家帶來看 其實謝金燕他大放送的口罩 是來自於彰化一家的老牌 衣料材料的這個工廠 年產口罩破一億片 好今年又開發了彩色的口罩 也在謝金燕表演之後 詢問度也變夯了 電影女神姐姐謝金燕 強勢付出高雄跨年壓軸 戴著BlingBling的黑色口罩 大跳新歌 姐姐大放送一盒盒紅色小禮物 丟給歌迷 而這神秘小物 正好是他的新單曲主角 口罩 七彩口罩 紅的 黃的 綠的 藍的 目不暇己 口罩成了最夯的時尚配件 搭配他的跨年演出 然後贊助姐姐七款 我們彩度最高的一個 彩色口罩的顏色 讓姐姐在跨年的時候 去做贈送 其實這次謝金燕跨年演唱 嘴上戴的和發送的口罩 都是來自彰化 這家本土老牌衣材廠 這幾年恐無嚴重 口罩銷量創新高 年產超過一億片 強調品質之外 跳脫傳統口罩框架 搶攻時尚口罩市場 開發多色系 雪花格紋口罩 打造遊行單品 就是這樣 我也想搭配我的心 先停這樣 對 那其實那時候是2017年 那時候是我們產差不多一億片 那我們現在大概已經將近三億片了 所以可想而知 我們那時候到現在成長是滿大的 那其實 跟姐姐合作這一個呢 其實我想表達的是說 第一品牌我做起來 人家跟你合作也比較願意 那第二就是說你合作的方向你要想清楚 因為姐姐她的 她自己的brand本來就是比較挑 她是比較 她都會有什麼 什麼 就光姐姐這個名字你知道嗎 然後就出了一首歌叫Turn口罩 她就是很敢玩 那我們口罩與傳統的一個產品 我也很敢玩 把它玩成這樣 所以我們的兩個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是搭得上的 所以跟她合作起來呢 其實是滿有效應的 那其實剛剛那個民視呢 老實講那也不是我們發的 因為她跨年剛好在民視那邊 所以我們就搭著順風車 所以其實跟她合作也有其他的用意 就是我就是要搭她的順風車 所以當然cost down一點嘛 因為傳產對行銷的budget是滿緊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也是有發放給很多藝人 那周唐浩也是其中一個很愛戴口罩 他也是IG常常在補 其實那都是跟我們合作的 那像我們有幫她做出一個特殊款 就中間這一款橘色上面黑色的 其實是我們萬色節款 可是她很喜歡橘 所以她就常常拿來戴 那再來的話 其實光姐姐那個報導出現以後呢 我後面所有的這些採訪 幾乎都是他們自己找上門來的 因為我前面找對了一個 communication的方式 我後面所產出的 基本上只花時間 基本上沒花到錢 OK 所以包含這個台灣向前衝 然後再來跟周唯寇採訪 然後一些電視節目 其實有些是他們播出以後 我才知道有這個節目的 就是我才知道他節目在談論我們 就是很多這種不同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品牌做成功以後 所會有的效應 你勾頭扯購以後 所會有的一些結果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是賺錢 對不對 你品牌做得對的話 其實你跟通路都非常好溝通 有些可能以前都跟你要上架費 不知道要到哪裡去的 現在就說沒關係 你現在有做這些廣告 OK 那我們就不用了 甚至以前我們要去跟不同的通路 去談說我想介紹新品 他說你不用來 你那個PPT來就好 那現在變到我們做成功 變到他說 那你們什麼時候要來跟我們講 你們明天要出什麼新品 其實我們在短短的兩三年 就改變成這樣了 這個真的是差很多 真的是有辦法推新品 也有辦法上架一些商品 你平常可能上不了的 甚至會省去一些費用 我覺得這個就是品牌 有沒有做得好 有沒有溝通得好 的差異 那當然你要到的位置一定會很好 所以我們在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能見度都算蠻高的 那再來也是你跟通路 也可以談一些不同的合作 像這一個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可能女性比較多人知道 就是口罩男 他就是常常 很多男生可能不會很喜歡他吧 因為他都是女人講話 所以他就是在一個 他是算一個網紅 那他就是永遠都是戴著口罩 去講一些事情 人生大道理或是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說 那我口罩我們贊助你 那透過他我們也跟Momo談說 那Momo我們來做一個直播 直播然後來賣這個口罩 所以當你品牌沒有做起來的時候 我相信Momo也不會理我們 那所以現在是 我們從一個B2B的一個廠家 做到現在2C 我們已經進到這麼多門市 那連香港 港澳的區城市 都自己臉書我們說 我們想賣你們的口罩 自己來找我們 那香港是區城市的總部 所以其實品牌做起來 大家確實是會看到的 那現在我們也彈性澳門 新加坡 還有日本現在也正在談 那現在基本上是明年就會上市 那都是以我們自己品牌 都不是代工 所以它價值變高 其實日本客戶 日本對很多細節很在乎 那當那時候 他們一看到我們後面的 他從來沒有提過代工這件事 他就說 那我們就賣你的品牌就好了 你很簡單 你做得很完整 那我們就這樣直接上了 所以這就是品牌做得好 會帶來的一些好的結果 那當然你通路有了 你業績就一定會成長 所以在我現在除了那個 我們2017年一年做一億片 現在變到一年將近三億片 可想這個成績成長的是非常迅速 然後我們在EC平台的話也是 在每一個大平台 我們都是前十大醫療廠商 口罩是他們每年的一大業績來源這樣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有趣的效應呢 就是品牌化解合作 我們今年有跟DAMIR這個品牌 它的品牌是一個錦字號 它是萊茲柏林 那它這個設計師是台灣人 那這個它是以一種 high class streetwear fashion 是以這樣的角度 出發點去設計這品牌 它也算滿新的品牌 而且最近它在柏林也是得了 最佳新人的設計師等等的獎 那我們今年跟它合作了一個 右邊這兩個是DAMIR的設計師設計的口罩 我們幫它做 那上面就變成也有我們的logo 然後算是collaboration的一個project 那這口罩呢 就是你的入場券 它把這口罩當成入場券 寄給所有的來賓 所有的媒體 你一定要戴著口罩才能入場 要不然你就不能進去 這就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玩法 那這也相對讓我們 站上了時尚的一個舞台 又更接近一個fashion accessory的一個商品 所以雖然這個對我來講 應該是沒有任何sales的 direct sales的效應 可是它對我整個brand的一個未來 發展是無限的 那當然跟DAMIR合作的也會 在不同的一些media也會出現 這也是我們所要的 那再來另外一個也是我們去年 前年也是跟L的一個法國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我們也跟它做了一個collaboration 那也是用它們的設計 做出一個口罩聯名款 那這個應該算是全世界 第一個醫療號才廠商跟一個fashion brand 所結合的一個醫療的商品 可以這樣講 那當然這也會在很多一些fashion的media會出現 那再來我們也跟這部電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那銀爆點 那銀爆點它的手藝會呢 其實都有送我們右邊這個口罩 那上面袋子就是像它的海報一樣 然後右邊它口罩上面就寫我照你 就是一個這樣的形式 那我再快速帶過 我們這邊四個的話就是 這我覺得在行銷裡面是很重要 它其實行銷是一個循環 你在公司和行銷是一個循環 你品牌 你有的品牌 而且要真正有品牌 就像剛剛講的那整個過程 有了identity以後 你communication做得好 就會轉成sales 你sales做得好就會有新機會 就像後面的一些跨界品牌合作 那個合作以後又回到你的brand 你又可以再加強你的brand 再往一個新的方向走 這就是一直循環 所以這講到什麼呢 這講到說你需要一個brand maintenance 這是我們後面 我們之前不是說我們是一個new brand 然後後來變成一個cool brand 這是我們今年新的一個brand的image 它就慢慢變得比較cool一點了 因為你介紹新品牌大家也慢慢知道 才是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現在也開始秀出一點更強烈的一些個性了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我們的new brand 那我們今年也首度拍了一支算形象廣告 那這是我們形象廣告的海報 把它做成像電影一樣 可是它實際只有幾分鐘而已 對 所以這我們有操作手法 那這裡播完就結束了 對不起 所以它這個是簡短的版 因為我不可能放the full length 要的話其實我們網路都可以看 那如果需要網站我們之後可以提供 OK 對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 我自己覺得 A well executed brand has infinite possibilities 如果你這個品牌真的設定得好 執行得好的話 其實它會幫你鋪路未來的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而且它會一直在轉換 會跟著環境開始一直轉換 真的一個好的brand 應該是要這樣 謝謝